大家好,今天是10月14日星期三 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走进今天的Ferks行业 在上个交易周,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均下跌,处于周中低位 因为美联储最新的会议纪要显示,利率或将在更长的时期内维持不变 但是周中在德国工业生产指数发布之后,欧元走软 8月德国的出口交上月下跌5.2%,超出了预期 同时进口交7月下跌3.1%,使得这个国家的贸易顺差为153亿欧元 德国受到中国经济放缓的影响,因为中国是该国第三大贸易合作伙伴 总之截至周末,当天最新的美联储会议纪要公布之前,美元收于三周低位 本周市场对于该货币队的情绪改变较大 目前55%的交易者预计欧元将会上涨 而上周则有55%的交易者预计汇价将会下跌 平均预测汇价位于1.145附近 交易者nango看涨该货币队,并表示 欧元美元在日土上从3月低位处于上行通道之中 不会再展开新一轮的下行运动 因为有数次上行突破,我预计汇价将会继续上行 目标位于1.1852 在本周的一系列关键信息之中 交易者可以关注美国零售销售数据 和周三发布的生产者物价指数和消费者物价指数 同时关注失业金出勤数据 和周四发布的费城和纽约地区的制造业扩张指数 欧洲方面关注周五发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修丁数据 在10月9日结束的交易周里 美元日元的交易相对平静 但来自美国的基本面消息影响了汇价的移动 美元日元在周三小富走低 因为投资者把注意力转向美联储最新的会议纪要 该纪要暗示着货币政策的动向 美元承压 因为上周五美国不及预期的就业报告 显示明年首次加息的预期降温 同时出勤失业金人数在10月3日结束的当周 下跌1.3万人至26.3万人 浮动在42年低位 四周平均下降3000人至26.75万人 在9月26日结束的当周 持续申请失业金人数上升9000人至220万人 但是交易者对货币队的后市持乐观态度 因为56%的投票看涨该货币队 本周日本方面并没有太多的基本面信息 同时美元交易者在周三可以关注 零售销售数据和生产者物价指数 周四关注消费者物价指数 出勤失业金人数和费城及纽约区的制造业扩张指数 周五关注工业生产指数 此外交易者Khalid Massey表示 美元日元在6周内仍旧浮动于119和121之间 汇价仍旧不能突破 上周汇价在90点范围内浮动 波幅很小 目前没有突破的迹象 如果汇价没有下破118.50 那么汇价将会上扬 本节目由杜高斯贝出品 我是维珍 请持续关注 下期将会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信息